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上军装 他是一名潇洒威武的中国军人 回到故乡 他是一个对故土满怀深情的孩子 他就是著名维吾尔族歌唱家 克里木 2020年3月3号凌晨0点30分 著名的维吾尔族歌唱家 克里木 因心脏衰竭在北京语世长辞 享年79岁 能歌善舞 风趣灰险 可亲可爱 这是和克里木接触过的人对他的评价 这位军中的阿凡提 他创作演唱的作品 很多都成为了经典 成为了几代人共同的美好记忆 戴一顶维吾尔族小花梦 着一身色彩亮丽民族服装 在舞台上再歌再舞的克里木 出生在天山脚下吐鲁番的一个音乐世家 父亲阿卜杜古利 曾经是歌舞台的艺术指导 以至金索纳吹得远近闻名 从哪能吹 就是咱们北京的金鲁 二黄 二黄 19年全国中纪 一次回的时候我爸爸来 在中南海吹的时候就是二黄 主席都攒起来给他鼓掌 我记得他经常吹 克里木的父亲曾经先后两次来到北京 看到新中国首都朝气蓬勃的样子 他下定决心只有跟着共产党走 才有好的出路 于是呢 1951年他带着全家坐着毛驴车 来到了距离家乡屠鲁番 四百四十多公里外的乌苏 夫妻两个共同投考了 驻扎于此的新疆军区 第五军第十四师文艺宣传队 父亲是个很可爱的人 我非常钦佩他 那一年 克里木十一岁 带着对父亲的敬佩之情 他也积极响应 申请要求参军 但是年龄的局限 让他这个愿望注定要遭到拒绝 然而抱着一腔热情 倔强的克里木 这次却成功了 我说我爸妈妈就闹 我说我也当兵 他们说你开什么玩笑 这么一天这么能当兵 上学 我说不行 说这样 可头一次就没劈 完了以后那第二天我就摸 我就摸啊摸啊摸 考试 靠我 然后我先唱歌我唱了 唱了一个新疆敏歌 唱了一个当时 我唱了一个 我当汉我说 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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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歌我当时就唱了一遍 那胡忠伟说 这个小孩声音不错 你还干什么 我回答说 我给他打了一遍 说过打的也不错 你还干什么会跳舞 当时我给他跳自黑猪马 舞蹈里边自己调皮的一个舞蹈 我就给他跳下来了 就这样呢 他们就是呢 可能感觉好像有一点意思了 第二天我再摸 摸上了又哭又闹 疲了 疲了呢就是文以兵 这就是克里木参军后的第一张照片 1951年1月2号 小克里木被批准正式入伍 并且呢领到了一套肥大的苏联式军装 当天夜里 他的母亲就把这套军装重新裁剪 缝好 并且呢在第二天让儿子穿上 小克里木在镜子前看着自己军帽上的 八一五星帽灰 军服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兄章 乐得一蹦牢高 随后呢 他跑到了街上的照相馆 拍下了这张参军后的第一张照片 参军后的克里木虽然年纪小 却积极适应着他的新身份 思想才能上都进步很快 没过几年 十四岁的他便当上了半班智障 十四岁当了班智障 也不说给所有的人 我们那个班有一半是男孩一半是女孩 但这个男孩里边年龄最小的是我 我们演出啊都在小部队 在冰山 卡拉克伦山 反正在新疆 最酷的地方就有我们身在 但是你去了以后啊 那个地方根本就没给你准备什么宾馆了 交代说什么都没有 只能支个帐篷 不是冬天夏天就是那样 那一个班呢 我们的班有十二个女孩 就说在我的关下 我什么时候关他们你知道吧 我什么叫我班长呢 就说随着的时候我管他们 睡觉您管他们 给我一支墙 完了以后呢 每一天呢 这个掌棚就是一个门嘛 就是门 就是一进门就在那 我在这扑着 扑着就睡觉 因为你年纪小 跟他们在一块 可能很多时候比较方便一点 也方便 他们也尊重 我也尊重 我那个时候不存在什么 流氓的这些事 我们都不存在 我们也不懂 打一点的呢 叫我弟弟 小一点就打个 这种我们的最小的 就是我现在的爱人 特别我小一岁 十三岁 照片里的这个人 就是克里木的妻子 她有一个众所周知的 美丽的名字 古兰丹姆 很多人都说 她是新疆最美的姑娘 古兰丹姆呢 当时是新疆电影制片厂 演员训练班的学员 后来由于训练班面临解散 再次分配的时候 她被时任第五军 文工团团长的 克里木的父亲 挑选入团 机缘巧合之下 和克里木 分到了同一个班 从此 一段历经风雨 又充满传奇的爱情故事 在他们之间展开了 我刚来吧 在那儿跳舞啊 他就写这个条子 写条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爱你 你当时多大 十七十八吧 十七十八 怎么这么早 就是 不是 他特漂亮 很多小伙子都追他 我怕他妈给你抢走了 明白了 咱们 克老师这招叫 先下手为强 先下手为强 这仨字只要一避过去 就算把这个是标签按上了 标签按上了 你怎么可以爱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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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爸不是对象吗 团长 团长 就是 我刚想说 你这告他没用啊 什么没用 告他爸呀 就是告我爸 告诉我爸 我就跳 你二次给我写 我就给他 他爸爸也挺明白 我一天 怎么一天 我进来了 我就出来就走了 我来以后 第二天他不理我 他爸爸哼哼地K他一通 怎么K啊 K完了他就哭 是光说用语言K啊 还是真K啊 他那不能搭 他不能搭 他就K一样 就是批评理论 你不像话嘛 你说这个是刚来的学员 怎么着你还得等一两年再下手啊 人家还没有这舞台上还表现了 你刚来就下手 你就开始表现上了 注意啊 人家当时特演呢 特演 你现在不到十把岁就干净给你们像话嘛 你 你 就是K我 K我哭着呢 怎么哭来的 我也忘了 第二天就不理了 那怎么接着往下发展呢 出来每天排练 带上有的时候咱们跳舞啊 男的女的不学上合舞啊 对对对 有一个 我都死 一年一女 对啊 我们俩在一起 你像咱们配的吗 就是本来 重新慢慢的 最小的是我们俩 在这里 克里木的演唱水平 逐步提升 他也因此 获得了很多和父亲同台演出的机会 我爱过一次的啊 父亲 父亲当我 那很正常吧 父亲就是 载过载舞的这些 像阿勒姆汉啊 很多歌曲新疆好 都是我父亲在舞台上表演 嗯 回来有的时候我父亲 心地有一点不适 我就上去 有一次新将军去领导来看新 爸爸 爸爸演了 嗯 第二天的第三天呢 可能是战士们演出 让我上 我就很不高兴 嗯 领导来了 你上 战士来我上 我再不上 嗯 我牛起来了 嗯 这个思想是不应该有的 但是没办法了 一灯定了 我要上去 上去演得很不好 一半就是 刚下来 啪 一个耳光上去 我就想 我说我父亲 你是团长我就不说了啊 你不是团长我跟你说 我都跟你没玩 我一顿子 我一顿男子喊了你 随便在爷爷面前 就丢我的脸 但是你就是 你那么想话嘛 父亲的第一句话 嗯 你演的什么呀你 嗯 我跟你说 毛主席来了 也是一个新演 嗯 你我怎么叫的 你就这么演 小展示来了 一个在那做的呢 你就把他能成为一千个人来给他演 嗯 那就是我们的艺术 被人服务的 你 啊 你看那展示 你就看不起了是吧 我这么大王 回来我这么做 母做 他说的对 回来我就 不管什么样 我相信这个就是 父亲呢 多年的这个 教育 在新疆军区文工团的几年 年幼的克里木 已经逐渐成熟 能歌善舞 还能打手骨 已然成为了文工团里的主力选手 那段时间 新疆歌舞团经常进京演出 克里木和父亲以及战友的精彩表演 经常不得上级领导的掌声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直掉令 克里木来到了北京 58年呢 我看了新疆花旗团的演的一个花旗叫 步步跟道毛旗走 就是库尔班托罗姆老爷爷 头一次搬到舞台上来 这个里边有个恰曲叫 沙拉姆毛主席 日夜相见毛主席 就我的 图一个歌曲 这个歌曲是王老兵先生写的 回来呢我跟王老师那儿把这个歌曲拿过来 王老兵呢特喜欢我 他那时候只能你适合一唱这个歌 扬声进座 我那个我试呢就是 我呢就拿着那个这个钳搭子 就是我们 过去我们新疆人就挂着钳搭子 这边各个花米瓜 这边割了一些礼物 葡萄 瓦里河大班成为 就跟库尔班托罗姆老爷爷一样老头 我头一次在中南海 给毛主席唱了一些想念毛主席 可能在老的同志可能知道这个 毛主席呀毛主席 日夜都在想念你 今天晚上我就要 起上门都去看你 到了北京见到你 我就说毛主席 各自我人民为你 沙拉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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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决定在这里成长 将自己的歌声 传遍全国 甚至全世界 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歌声舞蹈 一半天才能弄明白一件事情 我要跟我们团长说一声早正好 就不会说 就早正好 学也不 原来呢我们就是学海语都是我们那个郭大爷 给我们看书画师的北京人 老北京人 穿搭式的郭大爷 我们叫他三徒鼻子 老头二过头 脸的轰轰 那个就鼻子轰轰的 能一盘好花生米 我刚好呢 您浇水啊 就这么一个人 我跟他学开心的就吃饭 什么都学都挺好的 不知道那一天 等老头怎么回事了 我跟他说 我说郭大爷 我早正好这么说 你讲好了 我讲好讲 我讲好了讲好了 我跟他说 刚喝完酒你知道吗 他喝酒可能有的差不多 花生米比轰轰的 花生米比轰轰轰轰 早晨好 我是你二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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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好 他故意逗您了 我说郭大爷 你再说一遍 我是你二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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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的学了一个月 你还很认真啊 特认真 特认真 而且呢 我是你二大爷 就学平音词目 那唯一学的 平音词们写好了以后 歌的毛细 主作里面 我就 我呢 我们那个时候 真合适那个打歌舞排练 东华红打歌舞 每一天早晨 车就一来 我们一上之后 我打会堂 那坐那干什么呢 我就学那个 我是你二大爷 他说白白是主席的主作呀 因为这个团领导看见了我学主作了 天天表扬我 黑板上 不知道你在说 我是你二大爷 哎 我来后了呢 就过了一条 我给谁说的 给我们团长说的 这团长 这是当时少将 我一看 他那个做的是 郭敏当的老别客 到成七点钟 就七条 胡同里边就进来了 进来老头 就东方红打歌舞的宗导演 这回我呢 站在河山上看着呢 等等那老头 来了 晚上一歌 然后 然后 然后就 刚确实一听着这说 听传者 我是你二大爷 关键 您还专门等着 想这个可以不开头 要证明一下 让听听 我这练的结果 像不像 第一个就是 初次把这个早晨好 这么重要的一个问候 对 给他 我哥的心理呢 想给我们的团长 说一声早晨好 对 而且练了一个多月 一个 处女校 处女校 终于见了天日 嗯 方黎一说 我是你二大爷 我不能下来 不能下手 这是军队的规定 领导绘画以后 你的手要下来 方黎一看 他团长脸色不对 可以吗 同志 你再说一遍 团长 我是你二大爷 听懂了 谁叫你的 我是郭大爷 好好好 快吃饭吃饭吃饭 不是 那团长表现的还比较正面 是吧 我哥 可是呢我回去一会吃饭呢 我一边吃饭一边琢磨着 他应该说我 我是你二大爷 我也是你二大爷 我是你二大爷 他没说我是你二大爷 应该是俩二大爷 碰一罐 成对了 对 早晨好早晨好 早晨好 我应该是答复 对对 现在等于一个二大爷 没回答就怎么办 就这个话不对了 还怎么着 要不就去看一看 我出门一看那说法 我有这个郭老头在那决的了 对 哎 我们刚从新疆调回来 这个年轻的一个干部 我们叫好的 你怎么能就叫麻人的呢 麻啊没关系 每个礼拜六都中男孩 看到毛主席 我是你二大爷 郭大爷后来 郭大爷倒霉了 是吧 郭大爷第二天 下饭了 下饭了 养猪了 郭大爷看见你怎么说呢 我就不要踢了 不要踢了 有一次我们去老洞 在那儿 真喝下 就别上他养猪 我们在老洞呢 老头儿也去了 拔麦子 里边那个六月份拔麦子 去了 你害了我了 还说你害了他 我说你郭大爷 你别生气 当时你不应该叫我 谁说你跟他说呢 郭大爷 郭大爷以为你也就问候问候他自己 除了我买了一瓶酒给他 我这个事儿应该是怪你不是怪我 在北京学习和生活了一年之后 克里木的汉语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有一次呢 他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 特意邀约做词作曲家颜克和陈克正 和他一同前往 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和探索新的新疆文化 从而创作更多更好的歌曲 但是没想到 这一次的回乡 却让克里木在事业和爱情上 获得了双丰收 对了我就调来了以后了呢 头一年又是可以放假我回家了 一年没见过 回家爸爸妈妈也没见 弟弟妹妹 这一年之中您跟他有 有写信有一些写过信 写过信 写没写过那三个字怎么说 那老师您就那意思 挨打以后挨骂以后 都爸不不说了嘛 去写写还不能写完的那个字了 只能写个呢就是 古莲南部同事 最近思想有没有进步 没有 我先回报一下 我觉得现在我在总能歌舞团 过得很好 但是最困难就不会说话 不会说海语 他经常出错 那努力地学吧 你在那怎么样 有人欺负不欺负你 就说了几些话 反回去了 一下回去了 我也真是男子汉了 军服也很漂亮 我们的军服跟他们不一样 都不一样 他们只能穿梨子的 我们一出国呢 就是我们是毛疗四天 就是我们三种衣服 总能够穿的衣服 全军是没有的 我还回去的话 让我走飞机回去 团里特高兴 我现在都永不忘 在南州休息里一天 又飞 飞了不 下午晚上吧 他就接上接你了吗 他就接你了吗 我爸爸他们都接上去 等着呢 我没去啊 去了 去了 到底去没去了 去了 去了 在那湖巴拿的花呆 我们每一次呢 我们因为出国的时候呢 发给我们关头 在火车也好 飞机商也 单独给我们一些 为了营养不足啊 跟不上 就发一个关头 我就接 就是吃一顿 能饿一顿 晚了一会儿 把这关头都寄生下来 有鱼关头 有牛肉关头 这些 回新疆的时候呢 这基本上有十几克关头吧 对 回来以后那一天呢 我就请我的同事们 难得我没请啊 那舞蹈的 谁受得了 是五六个姑娘来的 都请来了 往来以后呢 妈妈也特高兴 在那做饭喝酒 往来以后给她们吃这些 我太爱的东西 那就真正的就是 那一天开始 我们就出了一句 我爱你 他也就 颠倒了一下 你说话 我就待了一个月 他一个月还给我时间很长 他一个月里边还有学习的任务 嗯 对 因为我都 总的歌舞团以后呢 就是吃的过去那些东西 对 那歌舞团也挺深不得的 你也回去呢 一方面西部心 又好像一定要学 学一些新疆那些 新的 人间的 人间的艺术 等于你还得回去充电 充电 回去以后就写出来的歌了 东方刚升起美丽的菜香 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 哎 哎 哎 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 哎 哎 哎 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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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就写出了口版大孝内上呢 或者金奖 嗯 爽奖就是割曲创作奖 演唱唱 从那开始我可声我就总能够 反왔 嗯 除了库尔班大叔 你去哪儿这首歌之外 还有一首 快智人口的歌曲 也是克里木的代表作 那就是 达板城的姑娘 达板城只是 从听又听啊 西瓜的又甜啊 达板城的姑娘 变得长啊 两个眼睛紧漂亮 你要是家人 不要家的别人 一定要家给我 戴上你的着装 尝到你的歌 坐着那马车来 哎 你要是家人 不要家的别人 一定要家给我 戴上你的着装 尝到你的歌 坐着那马车来 哎 像我们小时候听过 您的歌以后 叫大阪城很漂亮 大阪城女孩很漂亮 很多人到新疆 会先想大阪城 看一看到女孩怎么样 不怎么样 什么叫不怎么样 大阪城啊 我跟你说 大阪城就根本就没有姑娘 很多民族不愿意到那去 原因那是一个风口 所以人都已经走了 火车都翻更多的地方 都在那 大阪城和托个神的风 你知道吧 那个地方不是人猪肉的地方 原来的歌曲 就不叫大阪城的姑娘 网罗宾同志 改变的大阪城呢 也有 根本就不叫大阪城 叫马车夫之歌 回来是怎么 成了就大阪城的姑娘呢 就是以86年的群节晚会 让我唱这个歌 这次网罗宾老师 可能改的时候 没注意呢 还是什么呢 带着你的家装 带着你的妹妹 坐着那马车来 对 就是你把姐姐吹走了 你还把妹妹也 打着你 我们维族人 没这个习惯 我们的风俗习惯呢 婚礼各方面 跟韩罗宾同志 是差不多的 很严肃的事情 你怎么能把妹妹也拉走 现在就是有一些 不了解新疆的 风俗习惯的统治呢 他们就老问 你怎么把姐姐去走了 你还妹妹也拉走 对 要是没有妹妹 就姐姐还嫁掉了 我唱了就老问我 回来以后呢 就是我把这个歌词 就改了一下 改的是呢 就是带着你的家装 唱你的歌 唱你的歌 坐着那马车 我们如今听到的 这首达本城的姑娘 虽然在歌词上 与原版乐有不同 但是其所传达出来的 快乐的情绪 却始诸如意 1964年 在中南海的一次 文艺演出中 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 成就了克里木 和普兰丹姆的美满婚姻 你对这哈装 尝到你的歌 坐着那马车来 6月29号的晚上 他们新疆军军 军文公团的胡志明 主席的友情 塞飞丁主席 带他们到越南 方位演出 回来到北京 整合这个世界 完了新疆军军 军文公团呢 就要拿这个小节目 我们总成歌舞团 我呢这个 我中南海 礼拜六跟周西 给周总来演出 整合我在那演出呢 我这唱都唱了 整合这个世界 总理在那一句 哥里木等子啊 我演过总理你知道吗 哦你 还有点像年轻 想吧 像 这总理在那 哥里木等子啊 总理我才 能不能唱歌 打扮去的姑娘啊 总理我可以唱 那唱嘛 我上班天 美女都唱不出来 报告总理 没有姑娘班 我唱不出来 这么浮沙呀 那姑娘你起来 姑娘就起来了 可是他就跳了 姑娘丹姆啊 你看那总理的阳光 他知道吧 总理知道你喜欢 不知道不知道 然后我就起来 那总理的小 就当兵的 然后就说 就说 不好意思 叫什么名字 姑娘丹姆 好名字 能不能给 克里木搬我 他说可以啊 上来了 真的 码个特抹去 演完了以后 我就突然 罗雷青总长过来 就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的手 因为我爸爸的手 他知道我们是一家子 罗雷青总长知道 对 说你爸 我说是我爸爸首长 打将啊 开玩笑 总三部长 完了以后 他就在旁边 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呢 说首长 不说话 后来是我们团长 整理都过来就查了 这个好机会啊 哈哈哈哈 我告诉首长 克里木 这是他的 美红服 古兰丹姆 说哦 哎 他跟他调来嘛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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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次我高兴 什么 1964年 六月29号的晚上 第二天就七一了 完了以后呢 就明明第二天 七月一号结婚 这幅照片中的 克里木 与妻子古兰丹姆 身穿西装和白纱 笑容像新婚夫妇一般的甜蜜 其实照片中的他们 已经年过五旬 而这张照片 也弥补了他们 当年结婚时 没有拍摄婚纱照的遗憾 美丽的维族姑娘 古兰丹姆 不仅是克里木 生活中的贤魅重 更是他事业上 不可或缺的好搭档 婚后不久 两人育有一子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克里木通过 他的歌声和舞蹈 让更多的人 逐渐知道新疆 了解新疆 向往新疆 可以说 此时的克里木 已经成为了一道 有魅力的 异域风景线 我记上了 小毛驴 乐和悠悠 歌声把我成红座 还成红座 哈哈哈哈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夜人间是母亲 我把世界来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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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掀起你的歌一对 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你的蜜蜂的心又长了 好像那叔叔的微量 你的蜜蜂的心又长了 好像那叔叔的微量 掀起你的歌一对 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你的蜜蜂的心又长了 好像那叔叔的微量 你的蜜蜂的心又长了 好像那叔叔的微量 为什么这样 我送你一只美个花 我要请跟你谢谢你 花儿一样可爱的白铃鸟 我就心得爱着你 花儿一样可爱的白铃鸟 我就心得爱着你 在将近七十年的艺术生涯里 克里木不断创作及演绎着 充满新疆特色的文艺作品 用他的歌声和舞蹈 感染着无数人 这是一场特殊的音乐会 2016年3月18日 在北京展览馆剧场 一场名为光荣绽放 2016年十大七零后 歌唱家演唱会 正在录制 这场旨在留住经典 在线辉煌的音乐会 汇集了十位七十岁 以及七十岁以上的歌唱家 这其中就包括了 荣获第十届百花奖艺术大会 顶级艺术家荣誉称号的 十年七十五岁的克里木 这几个就是考核 就是我认为 我最后一次 就全国歌手人民在考核 我克里木 七十五岁你还唱得出来 唱不出来 还真是有九千鲜 我要像你情绪心中的歌 哈利莫可不像的歌 我爱着你一样美丽的歌 你不懂的没有样的琴弦 在随我唱起哈利歌 哈利莫可不像的歌 你又如此样依我母亲 我成为一个维吾尔州的歌唱家 也是我的维吾尔州的英语 十二个木卡姆给我的源泉 而且现在很多内地的朋友们 老的都说呢 我们通过克里木特 唱的很多歌曲当中 我们就去了新疆 以后确实新疆是个好地方 年龄不如人嘛 现在七十五岁了 今天呢就直接跟观众见面 希望也是如此 我一定要唱好 宋归谈我最后一次的歌 让他们克里木特声音还在 舞蹈还在 他的一首还在 他一首还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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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如这样于我母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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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啊 谢谢 他说那个 还有一个女孩子 你好 你好 说实在的 特别不情愿站在克里木老师的身边 为什么呢 因为同样来自新疆 同样是维吾尔族的男人 凭什么克里木老师就比我更像个小伙子呢 是不是像个小伙子 热情开朗幽默的一个新疆小伙子 站在我们的面前 小伙子 知道克里木老师这么多年 一直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吗 他心中有一股热情之火 激情之火 同样也是爱情之火 除了热爱这新疆的歌舞文化之外 克里木还一心惦记着想要为家乡人民做实事 在2019年8月 中国首档精准扶贫公益即时节目 我们在行动栏目组联系到了他 节目组希望克里木老师能够一同去新疆喀什的刹车县 为那里的农产品进行推广 帮助当地脱贫致富 因为是一档公益性质的节目 所以参与的嘉宾并没有任何酬劳 当以接通栏目组打来的邀请电话 克里木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表示自己从小就是在新疆长大 也很愿意为家乡人民做一些事情 于是79岁高龄的克里木 拉着银色的行李箱 一个人坐飞机来到了刹车县 在随后的走访中 早年因为车祸导致膝盖粉碎性骨折的克里木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为家乡的扶贫事业奔走 所有的思乡之情 全部融汇在了他那一瘸一拐 蹒跚的脚步中 然而谁也不曾料想 这一次 竟是克里木老师最后一次回家 下集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导演和三大主演共聚一堂 唱出怎样的惊奇神 沙特杠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